這裡是我將居住和工作結合的一個生活空間 室內大概有七十坪 我覺得是我在城市裡的一座創作小島 哈囉 我是無怕 我想要分享在這個空間裡 我最喜歡的五個有趣的地方 我在這個空間裡希望盡量都是自然的材質 所以比如說用金木水火 那就是有金屬、木頭、然後玻璃材質 然後或是陶藝燒出來的材質 跟礦土或是紙塑 這一類的材質去融入我的生活環境 所以像這個就是礦石 就是一個整顆瑪瑙的一個燈 這個是我在一個紐約的家事店找到的 那它是請墨西哥的師傅去手工打磨整顆瑪瑙 那每一顆都會獨一無二的花紋 會放在這個地方是因為 其實進門的右前方是我的一個名材位 所以我想要放一個會發亮 然後又有聚寶盆意象的燈 我覺得燈其實就是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比如說在餐廳我可能就會放金屬的摩洛哥燈 然後搭配比較熱帶的樹 營造出一種異國的感覺 那或是女兒反而我就會用那種陶瓷的洞洞燈 我覺得是根據每個空間去配置一個適合的燈跟氛圍 我一直很希望在家裡可以有一個像圖書館的空間 但是因為條件可能不允許 所以我就用一種比較節省空間的方式 在這個拱門的兩側做了一個書牆 這裡其實收藏了很多我從小到大的書 像是這一本是從國中 國中就讀到現在的查理的巧克力工廠 還有像這種礦石的書啊插畫類型的 我就會分門別類 其實書籍是除了我的畫劇跟畫布之外 量最大的一個收藏 所以呢我希望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可以安置它 它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踏實的感覺 就是通常我可能創作到一個比較疲憊的狀態 我就會開始到書櫃尋找一些新的靈感 其實它是一種回憶或是一種 你可能會翻到從來沒看過的某一頁 然後你又會有很多新的點子出現 其實這一整面書牆對我來說的意義就是 它踏實的紀錄了我不同人生階段的向往跟收藏 這些藏書其實就是代表了一個去閱讀我的內心世界的一個通道 所以我把它做在這個拱門的兩側就是有一種象徵的意義 這個角落是我在家裡面其實是最喜歡的一個角落 因為它有植物還有一張1960年代的搖椅 那我家其實有一台竖琴 是因為音樂其實也是我創作的一部分 我在這邊其實會放一個本子去寫一些小小的曲調 然後這台是一個愛爾蘭竖琴 然後我特別喜歡竖琴的比較溫潤的音色 它其實跟一般傳統的竖琴不太一樣 它是比較樸實一點的外表 然後它是用玫瑰木做成 所以它不會像法國或是一些歐洲的竖琴這麼的華麗 也很小巧很容易移動 然後這個角落還包括了一個皮革的硬度鏡子跟孔雀木 那這個小空間很多植栽的空間 其實我是把它營造成像一個沙漠裡的綠洲的感覺 之前這個空間還是毛胚房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裡當作我的畫室 然後重新裝潢以後 就延續了當時在畫室擺放的這個鞦韆 想要放鞦韆就是希望可以增加整個空間的趣味性 這鞦韆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家具 所以我會滿認真去思考它的材質跟顏色 去如何的融入這個環境 另外每當我的小孩情緒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我就會抱他一起當鞦韆 然後滿神奇的是 他就會心情變得比較好 然後比較安定一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鞦韆本身就是有一個很神奇的療癒功能 那我覺得鞦韆對我來說就是隨時提醒著我要保持一個赤子之心 這個地方是我的私人空間 我需要打造出一種比較保護性的安全感 用洞穴為主題去打造我的臥室更衣室和浴室 拱門會帶領你進入一個隧道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進入以海螺為靈感 打造的無接縫的一個浴室 在這個空間裡其實我會覺得有點像 回到一個兔子洞的感覺 進入睡眠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沉穩還有安心的包覆感 平常我就和我女兒在這邊畫畫彈琴跳舞等等 那我覺得能把居住跟工作結合在一起的生活 是我最理想的樣貌 Let's make this love last to valentine's Let's spend this night together Let this fire burn inside our hearts Let us soak in all the pleasure T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